王力宏南京玉璽 遭水瓶狠砸腹部 王力宏十七日晚在南京商演时 惊传玉璽 在场的歌迷指他在演唱时 忽然有观众往台上丢职矿泉水瓶 郑重王力宏腹部 他遭袭击后撞身痛苦立即掩住肚子 在场歌迷表示 王力宏被砸后站都站不稳 但仍继续敬业演唱 更温和地说 谢谢不要扔东西 谢谢因为我看不到 让歌迷好心疼 袭击者后来被抓到 是某位叫高瑞霞的疯狂女粉丝 居然他已非熟饭 之前也曾知道 片场在街头墙壁贴出公告宣示主权 还表示王力宏跟他在一起了五年 希望南方可以早日公开两人夫妻关系 最后虽有报警 将这名水瓶姐送往警局 却因无法可观 最后又放他回家 王力宏透露之前就遇过水瓶姐骚扰 报警后警员曾拨电话到他家 家人却说管不着他 娱乐动新闻 目前已有四位贴身保镖 在力宏身边保护他的安全 报道